台式新闻采访团队成功登上美军的航空母舰 要带您直级环太平洋军演的最强战力 这艘卡尔文森号是迷你资级的 迷你资级的核动力航母 甲板上可以提供战机起降 跟搭载了美军目前的多型主力战机 F-35C逆宗战机 折起了机翼尽可能节省空间 因为航空母舰甲板上必须预留一条近空的跑道 足以提供战机起降 还是新闻采访团队成功登上 本次环太平洋军演的最强战力 美军的航空母舰卡尔文森号 这架就是有超级大黄蜂之称的F-18战机 而这架旁边是美军当前最先进的F-35C逆宗战机 都停放在卡尔文森号的甲板上 这些都是美军当前最主要的先进战力 卡尔文森号在本届环太军演中扮演领头舰的角色 带领来自29国共40艘船舰进行海上操演 而在环太军演的重头戏集成演习中 台式采访团队也当面提问 卡尔文森号将出动核种规模的武力 去集成靶舰准航母规格的塔拉瓦号 全长333公尺 高度将近10层楼高的尼米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 卡尔文森号 透过台式新闻的镜头 带您直击这座战力十足的海上堡垒 记者林建杰 萧瑞生在下午会议的采访报道